明星颜值高 结音整得好 跟着Mis Young 保你美到老 本期新养明星整成教室为你开讲 奶茶妹妹的嘴巴 最近的奶茶妹妹处于风口浪尖 因为刘强东的事情被调侃成为了墨茶妹妹 Mis Young看奶茶妹妹都有点笑不出了 我们普通人民嘴 嘴型有明显的糊涂 奶茶妹妹怎么是横着的 我去 样式出现幻觉了吗 这是过去的照片呀 样还找到了更多的照片 可以确认了 奶茶妹妹并不是因为东东的事才笑不出 她的嘴巴本来就长这样 那抿嘴 嘴唇横 是唇风不明显的造成的吗 不 唇风只是小小小问题 奶茶妹妹暴露的是 她隐藏很久的地包天 地包天就是下河发育过度 上河发育不足 奶茶妹妹在表情夸张的时候 就暴露了这个问题 暴牙 嘴暴不住牙 她的情况算是轻微的 至于是齿性还是骨性的 就需要拍X光来鉴别了 比较惨的是周重度的地包天 影响了面下部的问题 还因为限制了上河骨的发育 进而影响眼底的宽骨 乃至整个中面部的发育 我们看 就是脸凹且宽大 侧面又像月亮脸 这种情况呢 正肌加正合加整形 联合治疗 正合就是把上下河骨给截断 移到合适的位置再固定 手术风险 还是可以排到整形手术的Top3了 整形就是把上河骨影响的鼻肌底 鼻梁垫去了 手术风险这么大 而且麻烦费数又久 就没有别的办法来改善了吗 有的 有一个能彻底改善 把地包天遏制在摇篮的方法 提前矫正 在换牙前 甚至在3到5岁 发现有这个趋势 就可以求助医生开始干预 在面部各处还在发育的时候 牙齿骨骼的改进能力极强 一些河骨发育问题就可以被改善 最终实现不动骨 改变面和骨骼的目的 大家赶紧记下来吧 虽然自己是用不上了 欢迎以后的儿子用得上呢 孙子呀 增孙子 增增孙子 也行啊